要想提高胜率多打阵弓 以下这些打架技巧你必须知道 钓鱼吃克子 如果在一个位置我们有好几队 可以通过助手或者移动位置的方式 把一队暴露在外面 假装人不在 吸引对面来吃克子 等对面快到的时候 我们马上用克子的队伍助手 反吃一波克子 这就是钓鱼吃克子了 这种方法一般用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一个冲锋忙过去 打完就没兵了 很有可能被对面反攻 而全部吃克子的话 可以在同样的兵力下 换掉对面更多的队伍 压秒 攻城的时候指挥一般会说 压秒几点几分几秒 在我们使用攻城指令的时候 这里的到达时间 就是指挥说的压秒时间了 所有队伍压秒在一个时间点 可以防止队伍进攻的顺序有先后 被对方挑克子打 就像我前面被围殴的视频 他们一个一个的上 那我就可以挑克子打了 但压在一个时间点 这就很难受了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让行军时间久的队伍出发 然后看着剩余时间 再让行军时间短的队伍出发 达到压秒的效果 覆盖打最上面的 如果在同一个位置 有好几个队伍 进战斗 首先打到的是最上面的队伍 我们可以通过重复进攻 中止进攻 行军等方式 把想要的队伍放到最上面 画面里可以看到 我队伍都在一个点 因为我最后上的两队 是兵刃的骑兵 对面过来一个盾 虽然看不到他的皮肤 但基本可以确定 他是一队弹甲 等他快要到的时候 我们用带火的骑灵弓 往旁边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